下了许久的雨时 终有稍歇的迹象 打算上大尖山走走 不料抵达修道院时 却是吃了个闭门羹 原来是院里有活动管制车辆进入 既是如此 只好沿着情境路继续往前进 一路云雾缭绕 不时还飘着些小雨 雨中依然有人风雨无阻地走着 到达光明寺时 雨室稍停 沿着庙前的时间往下走 初秋的季节下车时稍有凉意 雨停了 枝崖上挂着晶莹水珠 小光牛爬牙爬着 漫长的雨天是它的天下 零星的禅叫声 不若夏日的清脆 让人感觉似乎有些潮湿 走细定路 在经过路窟事件纪念碑时 走弯往南港 不行越五六分钟 就可到达南港示范制茶厂的停车厂 循着指标走往桂花步道 这区块里种植了为数不少的桂花树 整个环境里都可以闻到桂花的清香 步道四通八达穿梭在花树间 湿滑的气候不想走远 循着木栈道走 出口就是制茶厂的正门 沿着制茶厂周边木栈步道往上走 规划完善的步道 走来轻松愉快 高处还可眺望茶山景致 茶厂红白色的建物在翠绿的山中特别醒目 茶园附近也种植着少数的金针花 此时鲜黄色的花朵让茶山增色不少 阳光稍稍露脸 气温些许回升 木栈道上飘着薄薄的水蒸汽 走走停停 时而临终行走 时而凉亭小仙 清凉的风拂面吹过 加上路旁盛开的咸枫草 各色花蝶飞舞其中 让我不时停下脚步 捕捉他们迷人的身影 一路走来通体舒畅 不觉路远 药行一周后 寻着原路回到光明寺 门前的池塘经过整顿后 给人较为开阔的感觉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寺 承载着些许悲情 寺中泛音 让人沉淀心中杂念 静静的山寺 静静的山林 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佛慈悲恶弥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